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咱们欢迎紫超 刘紫超 我这个看你的书啊 看到了三分之二 我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美少年啊 不是 当然不是 你也不年轻了 但是在我的岁数上看来 你长得很不像你的旅程 其实都是编的 看谷歌地图写的 有意思啊 恰恰我觉得像他的旅程里面 你的书里面我感受到的你 我觉得他是一个看他的书就是有点羞涩 但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个羞涩后面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恰恰是因为他的羞涩 他为什么能够走在这个路上和陌生的人去建立起 看似比 就那些人会把他们自己可能不跟朋友说的话都跟你说 说不定的编的 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基本上现在欧亚大陆都走过 然后非洲的一些国家 然后南美的一些国家都走过 我觉得我的旅行吧 或者旅程吧 可能跟中国人开始大规模的出国 这个潮流是相吻合的 我其实10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出国 成长因为我84年的嘛 然后成长阶段 记得没什么意识说还能出国 因为当时周围的人也没人出国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是给一个杂志写创刊号 写这个印度 你一开始就去印度 对 所以我第一次差不多就是印度 然后那次旅行其实就帮我建立了对旅行的最本质的理解吧 什么理解 我觉得旅行比如说在拉丁语里 它那个意思就是为去宗教圣地朝圣而进行的苦行 我就觉得这个旅行是 它对我来说那次建立了这个观念 就是它还是苦行 它跟旅游不太一样 或者跟观光不太一样 你说的好 这就是我觉得它有点让我觉得特别的地方 它去的地方是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但是我连国家的名字都说不清楚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中亚 就帕米尔高原附近的那几个国家 那几个斯坦 你都数不出来 你知道塔吉克斯坦和那个还有什么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这几个斯坦咱们没概念 这几个斯坦有什么不一样 是以中国为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 这个是最有名的这个 就是那几个斯坦 另外呢 中国人比较熟悉是因为踢足球啊 咱国足啊 老碰到那几个队 对不对 咱踢不过韩国 踢不过日本 咱们就跟乌兹别克斯坦 好像也不错 关键性的比赛 老是跟这几个国家 咱们可以看几张照片 看看它去的地方 苦行给人什么体验 你可以看看 这是哪儿 这个是咸海的 就岸边吧 然后我是 它周围是大概 一百多公里的这种无人区 然后因为我知道 以前咸海是非常大的 然后是鱼米之乡 就当时苏联 列宁那个时候吧 就是福尔加河流域闹饥荒 列宁从这个咸海边运 那个鱼罐头 然后就救了大概 很多这个苏联人的生命吧 1920几年 那从那之后就开始缩减 因为大量的灌溉棉花 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就是周围 现在变成是无人区 这就是岸边 咸海的岸边 发现了一个中国人 山东人 在这做生意 还有我老乡 在那待了七年 就住在这个 后面那个帐篷里头 他 他不觉得荒凉 不觉得闷吗 他也觉得荒凉 但是他们做那行吧 就是做这种饲料加工的 鱼饲料 或者虾饲料 加工 他们要去采这个鹿虫子 都得是在这种高原的 就高岩的这种湖的地方 每个太阳的照道的角落 都有中国人 你在看下边 这是那个我带我去的那个 我雇的一个司机 然后到那以后就是晚上生活做饭 这是咸海 原来是海嘛 这都是当时当年的渔船 现在就搁浅在那 然后就 这是那个帕米尔高原上 海拔多少 大概三四千左右吧 这是那个一个民宿 上面写的homestay 你就住在这种地方 对就类似这种地方 多少钱呢 相当于人民币 20美元包吃住 挺贵的 我觉得挺贵的 因为他那边的 其实运输很困难嘛 像这些东西 他那儿的吃的 都是从什么奥石啊 那些平原的地方运上来的 这是瓦汉走廊 你看那个山那边就是阿富汗了 中间那个就是阿姆河的上游 叫喷炙河 然后就以河为界 这边是这个塔吉克斯坦 那边是阿富汗 然后这个是一个佛塔的遗迹 这个佛塔 玄奘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写过 说当年有一个佛像 然后有一个非常华美的华盖 镶着各种的珠宝 然后现在到了这以后 就发现已经是一个遗迹 那些东西都美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变成了 伊斯兰的世界 你看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唐僧 玄奘 在影视剧上看到的 你发现没有 都眉清目秀 面如满月 就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阿诚老师 他这个文学家的想象啊 倒也靠谱 他说这个 你想这个电影视剧里 如果出现玄奘 这应该是个什么形象 你想他这 或这个西行十几年啊 就是说回来 回到长安 应该是个又黑又瘦 皮肤又黑 这个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满面风霜 一双老眼的 看透这个事态人情 应该是这么个造型才对啊 那女儿国的人 怎么看上了呢 白骨精怎么吃的 但是 但是我看见 咬不动 但是我看见紫超 基本上可以否认阿老这说法 你想他在那个地方 把这个苦行啊 一路这么走 照样你看 眉清目秀 也是面如美玉 这说明唐僧 是可以很帅的 全身立志男子 对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个旅游线 我觉得 当时主要是为了想写书 然后 想写 就中亚这个地区 其实我最早去是2011年 那种冲击还是比较大 当时 因为苏联解体以后 然后那个地方 好像就被遗留在那个 时光的一个湖泊里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觉得旅行好像不仅是这种 地理位置的移动 其实也是时间的移动 就是用双重的移动 回到过去那种感觉 你那个时候靠什么生活 旅费是从哪来的 有大概两年的时间吧 我基本上没怎么社交 然后也没怎么出去吃饭 就自己做饭 然后也没买衣服啊 这些东西吧 就是生活上尽量简单 然后就把这些钱用到这个旅行写作上 然后主要的收入就是一个是写书的 这个之前在杂志啊 发一发这种稿费 然后就是我一直在做翻译 翻译的钱虽然不多 对 你到那跟他们说什么话呢 就找能说英语的人 然后为了写这个书 我也在这个北京的那个俄罗斯文化中心 学了两个学期的这个俄语 对 然后像这种书上一般有这种 所谓的叫free book 就是那种短语的那些书嘛 就比如我想跟人搭话的时候 我就刻意地先学 完了背下来就找他搭话 比如我问他什么 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问他有没有孩子 怎么跟阿拉伯语一样 对 他们有点相通 对 像他们打招呼 也是那个salam alaykum 对 我去乌克兰我也发现 他们语言里面有俄语 英语都有 对对对 俄语里面好多英语 对对对 是 对 都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叫那个 就是写的叫这个 失落的卫星嘛 就深入这个中亚大陆 我刚我当时刚看了一个纪录片 讲的是一个伊朗的一个女商人 她自己掏钱要去太空嘛 就找到俄罗斯帮她 就是发射那个火箭上去 然后那个火箭上去以后回 她就是在这个中亚嘛 回收就是这个火箭脱节的这些东西 往下掉的时候 包括他们这个回程 就是在中亚那些 就是这个游牧 在放牧的荒野上 就看到那个大卫星 不是大卫星 就是那火箭那些东西掉下来 底下的都是在放羊 就这种高科技和这种非常原始的 就像你说的在这个 这个琥珀般冻结的这样历史的 这种这个感觉是结合在一起的 当时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就很震撼 然后我就我也蛮感慨的觉得就是 因为我跟你可能刚好差了大概 六七年到十年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跨度 你大致上也是那个方向 对 你比他年轻六七年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 不是年龄 就是说就是在我那个时候 我们如果想去看世界 基本上我得想我要去哪一个大机构工作 就是选择非常少 你一定是一个国家级的大机构 不然你哪有钱 哪有签证的问题 对吧 怎么去解决 那么到你这块的时候呢 你们八十年代以后的人 就是一个是签证有了更多的这个便利 二一个就是各种其他的这个杂志也出来了 你给杂志写 它相对来说就更灵活 从时间从各个方面 还有你就很多人自己也去看 他进入到那些建筑里面 就是中东的那种建筑里面 从那些菱形的窗子里面 射进来的这个阳光 他在那边感受到的 抑郁的这种风情的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特别 就心里面就特别的相通 就是那种 你可以把自己完全放生到 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 那种感觉 就被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 陌生的气味 陌生的光线 包围的那种感觉 就是旅人可能在路上最追求的那种东西 而且还没有游客化 对对对对 这个特别重要 不是我们现在平常说的那种旅游 就是你说的苦行也好 穷游也好 现在你让我去哪 对吧 不舒服那我是不能去的 但是呢 现在去了海滨呢 去哪啊 什么去了很多地方 可是记忆不深 我记忆最深的 我就说我一说再说的 其实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年的寒假 一年的寒假 失恋了 对不对 你看你还要跑活了 甭管是不是失恋啊 它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从厄西 这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走到这个湘西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那么不舒服 但是有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有点找不舒服 比如说那就是那个小型夜 不是风餐露宿啊 碰见谁家 就像你 比如说你在那个杰尔吉斯斯坦 可能有什么homes day 就住homes day 没什么homes day 碰见一村 你就住到那村里去了 我也是就住到土家族人的这个家里 然后跟着人家吃饭 然后呢 你说这个旅途寂寞不寂寞 但是那种寂寞呀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你比如说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搭上一个车 因为也没有钱 我身上就是带着80块钱 然后呢 上了一个香港 那个时候 我叫香港旅行团 香港旅行团的一个长途的那个车 蹭上人家的车 我当时呢 只是买了就是三个烧饼 我说一顿饭吃一个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剩那天最后一个烧饼了 然后我就在嘴边要吃的时候 光当在那个盘山公路上 他那个车一震 啪鸡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 就滚到前面去了 滚到前面去 我说这饿呀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拍了玩意看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耐克旅游鞋 咔一脚 就前面人就踩着那个 哎呀 我就在这车上我就犹豫 我说这个 过了还吃不吃 我想了半天 我最后就从座位底下 我坐在最后一排 我搭人家车嘛 我从这爬过两排座位 就把那个烧饼 天哪 手里弄出来 蹭蹭蹭蹭蹭完了 还是吃了 苦不苦也很苦 今天让我再那么干 打死我也不行 可是我要说的是 为什么我都50多了 我这个事就跟祥林嫂似的 我跟人说过不下一百遍了 我老说老说 就是说你这个生命 烧饼好吃 哎 徐老师你说怎么算活过一辈子 所以要改一下 呃 旅行要趁早 嗯 旅行也不能太多 把张爱玲的话 要改一下 对 你看那少年的精益 穷的时候旅行 这个刻骨铭心 很好 很好 而且你比 你们现在去那些 那个那很多杀堆的 你们两个人说什么 雕刻 大时光的雕刻什么 也很苦嘛 我看你们去的那些地方 对 你会 说我们那个 枪枪行天下 那都是专业团队 在人家在后边保障的 那个那个真不一样 那你说那么长的路 你精神上是个什么感觉 比如因为那地方 没有公共交通 很多地方 比如你去帕米尔无人区 人家也没有人 没有人去哪 那你就得花钱去 雇包车 雇当地司机带你去 那其实 就这种 反而是这种旅游开发的地方 因为有成熟的线路 所以他你能花 很便宜的钱去 那有的地方 这种没人去的地方 反而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不是追求吃苦吧 我觉得是 而是这个过程中 为写书啊 或者是为去看那些地方 不得不吃苦 但也是花了不少钱去吃苦 而且呢 你他 薛老师你讲文学是人学 我发现他有一个什么呢 他到哪儿啊 喜欢跟人搭茬 我发现你就是碰见一人 好像就跟他聊聊 就跟他聊到酒吧去了 晚上就喝酒一块喝 就一路上你得跟多少 就是比如说到塔什干 或者到什么萨马尔罕 可能碰见一个人 跟他打招呼 就是你看旅途当中 你到了异国呀 这种陌生人之间 甚至语言也不太通 他是写法是蛮特别的 《游记》通常是这个 作者本人很有名 已经是个文人了 他对一个地方 很多都是抒情啊 这个井是为了抒情的 那后来也有一些作家写 比方像朱志钦 他们写欧游对吧 徐志摩这个 菲冷 那个这个等等 但都是作家 他们观察外面好的东西 他有点像小说 对不对 他不是完全是说 我来写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国家的 这个风景啊 名胜啊什么东西 他有很多这个历史的符号 但是马上进入一个 很具体的很小的故事 我佩服他主观上 做这样的努力 但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这个也许是中国 这个国家发展的 一种必然现象 就是叫 以前叫什么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现在是真的放眼世界 现在你看各种途径 不仅是参加旅行团 旅行团也好 很多大妈到巴黎 罗浮宫前面跳舞也好 但是像这种出现 某种意义上 它其实也像18、19世纪 英国、法国的很多人 在全世界漫游 对 有这种漫游的感觉 它报道了一个 他们国家所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里 很普遍的一个东西 它写的时候 也是为了伦敦 或者巴黎的具体的读者 以后会越来越多 以后会越来越多 我也蛮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看很多写中国的外国作家 他们的作品 被翻译成中文以后 那么中国人很喜欢 看他们怎么写自己 对吧 你像比尔波特 像何伟 像那些人 大家很关心 他们怎么写我们 那你写中亚 他们会关心 你怎么看他们吗 对 他们有一个 塔吉克斯坦的一个 在首都都上别 我遇到了 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小孩 21岁 一个大学生 然后就突然拦住我 就说那个 我能不能跟你 就用中文说的 能不能跟你练习口语 学中文的 对 他是在孔子学院学中文 然后想拿到 孔子学院的奖学金 然后到北京的学校 做这种交换项目 所以他要考试 他要找我练口语 因为我记忆中 都是小时候 在街上遇到外国人 然后找他问他 能不能练英语口语 然后第一次碰到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还跟我叫哥 说哥 我能不能跟你练一下 这个口语 然后当时我虽然就是觉得 没想到 然后也因为有自己 想去看的东西 本来想拒绝的 后来我一想一个 想跟你练中文口语 又管你叫哥的人 你真的没办法拒绝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跟他开始聊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就他想去中国 想去 想去 对他来说 中国是个发达的国家 是这样的 他们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 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选择吧 比如之前呢 可能是去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 不好去 他政策也在变化 之前是苏联吧 去俄罗斯也是一个 因为可能更容易去俄罗斯 但是中亚的人去俄罗斯 一般都是做 很苦 很苦的工作 是吗 就是什么 农民工那种的 女的比如做保姆啊 做清洁工啊 做建筑工人啊 没有那种白领的工作 给这些中亚的人 所以现在新兴的一个 中国作为了一个选择 开始出现了 然后这个小孩 就想学中文 从二十多岁开始学中文 然后我们就一起 大概 在杜上别游荡了 大概一周的时间 每天他都跟着我 我去哪他跟我去哪 他们对全苏联的 总体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当地的老百姓 是比克斯坦啊 他是克斯坦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认同吧 文化认同 因为毕竟他们俄语 是他们最重要的这种 基本相当于母语的语言 然后又以前的历史 然后现在他们可能很多 跟外部世界连接 还是通过俄语啊 或者通过俄罗斯这个渠道 相比美国的影响 和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的影响是 比他们更大 更大一点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啊 好像是被现代化遗忘的角落 这个在他去的那个中亚 有些地很多 很多地区都还是这样 你能想象到吗 可能还是前苏联时候的景观 但是呢 这个旅游就好像堕入了 另一过去的某个时空 也有一些那个照片 正好咱们这个创威电视 可以放放照片啊 这个是哈萨克斯坦 那个苏联的核爆试验场 就就前苏联 说是第一颗原子弹 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然后最后 这个弹坑形成了一个壶 然后他们治理了很长时间嘛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这是我在那个核爆试验场 穿着那个防护服 现在还有放射性啊 对 然后就刚才那个 其实我还想 讲后面的故事还挺有意思 那个叫小孩嘛 他叫幸运 自己起名叫幸运 中文的 自己中文名叫幸运 对 然后后来就是我 我遇到他以后 跟他走了这么几天 然后回去以后 我就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在杂志上 先发一下 赚点稿费嘛 然后发了那个以后 就可能被转到 塔吉克的华人群里头了 因为华人群也不多嘛 那个就转到那个圈子里了 然后他们老师也看到了 可能大使馆负责这个 考试的这个人也看到了 然后他就考试的时候 他就被认出来了 就知道 这个听他的故事啊 看过 知道 然后他就真的后来被选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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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孔子 孔子学院的这个项目 然后就到北京上学来了 哎 偶遇改变命运啊 为中 中他人民友谊 做出公信 对对对 他们等于说 对于跟中国的这个 这个影响非常认可 对吧 有一种多一个选择 因为他本来你看 要么是俄罗斯 要么是口口可乐 对不对 现在中国提供一个 不同的文化选择 对 其实这个转变 就这个十年 其实特别大 我还记得我 那时候刚刚就是去埃及 去留学的时候 我问他们当地人 比如对于中国的印象 这样那样 就 比如说一开始 他们会觉得中国的 就这个made in China 相对来说 在那个时候 还是一种比较 比较廉价 质量不太好的这个东西 到你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是好的东西 对吗 好像在很多中亚国家 相对来说提高了 对 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时间的 很多这个变化 其实很多的这个旅行作家 他们的东西 产生的影响力 或者说 之所以受到关注 就跟他这个社会 这个文化 发展到那个时候 需要怎么去看世界 这件事情 就特别的有关系 我记得就是一个 就是做美食的那个 那个博尔顿 安东尼博尔顿 为什么他的 就是这个美食节目 那么受关注 是因为 那个时候 美国人 他们只知道吃 就是他们的这个东西 对于东南亚 对于其他文化 还有东西吃这件事情 都不知道 所以他有一种 突然打开了 一个新的世界 就像你这本书 就非常是畅销嘛 很多人在说 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大家对一个 他非常畅销 对 也还好 你多半第一名 是吧 那时候 对 够下一趟旅行的 对 你觉得为什么 大家突然 对你写一个中亚 那么的感兴趣 我自己觉得 我看了 第一 我觉得你非常用功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也其实蛮困惑 想问你 就是说 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觉得 大家对旅行这件事 或者说 对于外部世界 想知道它的兴趣 我自己觉得 是在缩减的 就是很多人去旅行 没错 但是旅行的 这个地方 对他来说 是个美术背景 到那儿 我拍婚纱照 什么 说什么 我去哪儿都可以 人家不是有这种服务吗 去拍个照片 干嘛干嘛 打个卡 真正去想了解 这个当地的人 当地的历史 风物的兴趣 我觉得正在减少 但另外一方面 你看大家 对你这个书的欢迎 是不是又出现了 一个极大的热忱 是什么呢 就像 帕米尔高原 在远方 有一个山在那儿 我关注的 其实是在山下生活的人 我觉得打动人 那可能是 还是那个人的故事 人的命运 跟我们同样 同样的人 然后因为生活在 不同的地方 他的命运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是 这种人性的东西 有更打动人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 历史知识啊 或者 我觉得那些东西 可能就是一个 像山一样 是个背景 有一种旅行 感觉是没有人的 我们 直接跟当地的人 不发生关系 去那儿 就是什么东西好玩 什么东西好吃 什么东西好看 这是一种 但是他呢 是特别爱 跟那儿的人打交道 你看我这儿 还折了脚 我就一直想问问你的 是在 吉尔吉斯斯坦吧 对 你知道 他在吉尔吉斯斯坦 在那个湖边 碰见俩姑娘 这碰见俩姑娘呢 聊得挺好 俩姑娘就说 咱们去吃饭呢 这附近有个 特别好的餐厅 吃这个湖里的 这个鱼特别好 然后呢 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后来发现呢 俩姑娘都是盛装 打扮得特别好 然后在他面前跳舞啊 很开心 但是我发现呢 这个紫超啊 也是这个 怎么说呢 有点人情世故啊 你说 你如果比我说强 那这 这俩姑娘什么心思呢 他们其实是 在吉尔吉斯生活的 俄罗斯人 就他的 那个民族是俄罗斯族 所以等于是 然后那个湖 那个 伊赛克湖周边 就是解体以后 很多俄罗斯人都迁回 迁回这个俄罗斯了嘛 他们算是遗留下来的 所以在他们在那 也有一种 就给人一种格格不入感吧 因为周围都是 吉尔吉斯人 所以他们看到一个 外国人的时候 还挺兴奋的 然后我当时的心思 其实是 像刚才说的 我想跟人相遇 为什么呢 我觉得 因为写作的话 必须要写人 对 我觉得旅行跟旅游的 一个本质区别 就是旅行要遇到人 旅游的话 其实是 它是 我觉得是 工业革命以后 机器解放了人的身体 你要去出去休闲的 你要放松的 所以那你就不用干嘛 还那么累的跟人打交道 就是享受生活就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旅行 要写东西的话 我觉得觉得 必须得跟人相遇 所以在当地 在那个 伊赛赫湖畔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么两个人 在我去那个湖里游泳 他们在那铺着一个 沙滩上铺着一个毛毯 在那喝酒 穿着那个泳装 然后他们看到我以后 可能喝得有点 已经有点醉了 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就因为看到外国人 因为那地方很少有外国人去 就让我过来 然后过来以后 我就过去了 然后过去 他们吃了一惊 因为没想到 我真的会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往旁边 挪了挪了挪 让我把中间 那个毛毯 那个部分让给我了 然后我就坐下来 跟他们一块 你坐在俩姑娘中间 对 然后我滴了这瓶酒 啤酒 我本来是自己到那个湖边去喝的 然后他们看到那个酒 可能就叫我了吧 想喝酒 然后我就给他们倒了 然后就一块喝 然后我是怎么对他们感兴趣的呢 就是 他说了一句话 其中一个女孩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个 因为我跟他们干了嘛 我干得很痛快 就一下就干了 一杯啤酒 他说 我看你喝酒挺像俄罗斯人的 那你的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就他自己有一个区分 就是欧洲人的教养 比俄罗斯人 在他们看来 就当地的俄罗斯人 或者之前的那个 他们生活周围那些人 都是酗酒啊 然后打老婆啊 都是那种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 欧洲人喝酒很有教养 然后他看我这么喝酒 他说你喝酒挺像俄罗斯人 那你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然后我听了这句话以后 我觉得这两个人挺有意思 好像是我要寻找的那种 会发生故事的人 然后我就决定跟他们喝到底 你教 然后我说我的教养像中国人 他说那个 那中国人 我们听说中国人都那个 都不喝醉 我说是 他说那个 他说这边的人都喝 就是都酗酒 喝完就喝醉了就打老婆 然后问我 中国人打老婆吗 中国男人打老婆吗 我说一般不打 你应该说我还没老婆 一般不打 然后他说 我们喜欢中国人 然后就 就坐下来跟他们发生了 这个这个继续的这个交流 之后他们就说啊 要不要去 镇上的一个餐厅吃饭 那个地方的鱼很有特色 然后我说行 然后我们就 收拾东西 完了就往回走 路上就没有车 打了一辆黑车 打了辆黑车以后 坐上去以后 他们捅了我一下 说那个 开了一半的时候 说能不能回去换一下衣服 对 我说行 然后就 那车就掉了个头 就回他们住的地方了 因为住的地方 就是一片荒野上的 一个那种 有点像我们 北方那种 桶子楼 那种感觉的那种房子 因为那个时候 也是他们 同一个时代建的 就赫鲁晓夫时代建的 然后现在已经变得 就是很破败吧 歪歪扭扭的那种 然后他们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那个 我就坐在那车里 跟那个 那个吉尔基斯 那黑车司机 那个人会说两句英语 英语 就跟我说 能感受到 就是作为一个 吉尔基斯的当地的男的 对这种俄罗斯女的 他们也看不起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是在那儿 那种环境下 其实是一种非常 既格格不入 就是 又没有身份的归属感 所以 那种感觉 就我觉得一下就体会到了 后来那个人就 那两个女孩就出来了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换了一身衣服 因为是 有那种去大城市 要去party那种 那种盛庄的感觉 大事 是吧 去餐厅 然后换了妆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餐厅 后来就是他跟那个 我觉得他当时 可能他也没想怎么样吧 然后可能到了那个餐厅以后 看我可能也没怎么计较这些 他们点菜这些事吧 就觉得那要不然再多转一点 然后我就可能跟他那个女招待 那个吉尔西斯人 就说吉尔西斯语 说你什么 比如那个酒啊 你多加几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什么呀 零头啊之类的 对 我关心的是 你这书里没写 就是最后呢 这个紫超一看 看到账单 账单不对啊 诶 这俩女的 嗯 看出来了 但是你没写 那最后你是就 认了呢 还是 哦 没有 我就画出来了嘛 因为我们点那个酒 没点那么多 最后你就不肯让他们 把你这钱给挣了 对 然后我就跟那个女招待说 这个账单好像不对 这就是中国人的教养 中国人的教养 我以为要叫我 也就 那就算了嘛 骗就骗了嘛 对吧 对 文章想这个 我们中国的面子 不能由我给丢了 对不对 这说明紫超还是个仔细人 你别说 主要是那个 你不愿意上这个当 就是说 不是 我就是 主要是这个 他那个有点 稍微多了点 要稍微少一点 我就算了 然后就比那个实际的 要多的比较多吧 多了一倍多 然后我就想 我就因为给看出来了 就画出来了 所以你看 他这个旅程当中 你要跟人打交道 就各种各样 这个有意思的人 你让我想起 我这个当年曾经有过的 一些幻想 比如说 像上个世纪 就是美国六十年代 美国六十年代 很多年轻人 也是 那个时候是世界性的 一个青年的潮流 就是 包括你像那个 约翰·列农 比特斯 他们这些人 凯罗亚克 对凯罗亚克 在路上 然后就是跑到印度去 找什么新领导师 有些人可能就是上 喜马拉雅山 也是穷啊 这年轻人 照咱今天讲 你不找工作吗 你就 你不挣钱吗 但是那个时候 好像这个很多年轻人 就是留着长头发 穿着破牛仔裤 然后也就是 开着辆 就是什么 哪都响的 那个破车 几个男男女女 就横穿 美国东部 到这个西部 你知道我们 还有一个朋友 是台湾的一个作家 就是舒国志吗 舒国志 一直到很老了 到现在 才稍微安顿下来 他这一辈子的 你看观点就是 我不要买房子 我就是 也不要挣那么多的钱 我就是 他在美国 他游遍了美国 所有的州 但是实际上 兜里也没有几分钱 但是对他来说呢 就是一种体验 我觉得我其实也有目的 但我的目的是 可能是写作方面的目的 不是那种 纯物质性的目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又回到那个潮流吧 比如现在 西方最流行的一种 就是年轻人最流行的 那种方式叫nomad digital nomad 电子游幕 电子游幕 就是说你有了一个 因为现在这种网络很发达了 你不用去公司上班 你不用做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 你接这些伞活 你用电脑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然后他们很多就是 变成了这种电子游幕 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完了就全世界的在玩 然后在旅行 然后每天晚上跟他回去以后 干活活 拿那电脑干活活 把那发过去 你说这个人心里 是不是都有个游牧民族的灵魂呢 我的第一个 你觉得人类的基因里 我的电子邮件 我到现在还在用的一个 那个电子邮件的名字 就是那个nomad 我很早去注册的 就是我刚刚 就你刚刚说那种 你最早那种很不舒服的 这个旅行 跟后来那种很 就很舒适的 其实你记忆当中 更深刻的是哪一个 可能应该是那个不舒服的 是为什么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就是我更年 就是我小的时候 也是会很喜欢到外面去 我这几年在反思 我为什么喜欢那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 那种不舒服 就是说你投入到一个 哪怕你学的是那种语言 你到了那边 那个文化 那个语言对你来说 是有一点挑战的 其实不是你最舒适的状态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还说 第一次看到一个 就看起来那么容易的文字 因为可能去中东 或者去伊朗 去那些地方就更难一些 你会觉得 我说为什么人会喜欢 这种不舒服 后来我有一次看一个人 就讲音乐的时候 他讲在日本有一个 就很传奇的 那个吉他手 叫那个吴满彻 他写的那些谱子 他说他最在意 就是在日本文化当中 有个叫inconvenience 是有意的 有意识的 这个不舒服 比如说他故意把 那个曲子写的特别难 比如说你弹吉他 他不能用大拇指 他跳不上去的 他写那么难 就逼着这个人 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想我怎么能把大拇指 给弄上去呢 然后这后来的人 想改他的谱子 都很难改 到最后他们想方设法 做到了以后 回过头来想 哦 他那个谱子写的 是最对的 最好的 恰恰是由于 他给你设置了这种 叫刻意的不舒服 激发起了你 这种一种潜能 我能够把我自己的潜力 给发挥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刚开始 我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 就是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像一个 就像一个卫星的接收器 啪 全打开了 就是所有陌生的东西 你都张开了 你就可以去接收那些新鲜的 这个信息 这时候你自己的那种潜能 可能是发挥到最大 所以 最 他不是那个不舒服 让你留恋 而是不舒服 激发起你自己的 跟你拥长的生活 或不一样的潜能 这个东西让你很迷恋 我觉得都会上瘾 对 我也遇到过一个 我问过一个人 就是我们一块在一个 很荒的地方 我说你为什么来这 为什么来这么荒的地方 他说 这种荒芜啊 荒凉 更容易让他感到自己还活着 反而是这种感觉 他的感官被打开了 大部分美国现代的年轻人 日常的生活呢 没有办法体验 这种你讲的那个刻意的不舒服 所以呢 他们就花很多钱 到一个沙漠当中 去参加一个节 活人节 对 活人节 去之前呢 就是准备很多超级市场 买很多东西 一帮朋友 到了那个荒漠上呢 要自己盖一个帐篷 没有洗澡 没有WiFi 没有什么都没有 一帮人 这个就是很苦过原始生活 但是是有数万的人 很多参加的人 很多大公司的高层 可能数万的人到那个都 蓬头垢面 衣服多少天不换 而且一群人 就是甚至有时候 吃生裸体 他们那个洗澡的地方 形容是 吃生裸体排队 很多人上去 为了冲一下 还很贵 还很贵 而且他们努力的 要做一个雕塑 每个人做一个艺术品 做完了以后 最后一天 点火 全部烧掉 什么都不留下来 最后再回大城市 然后我说 一年工作就有劲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种 美国很有名 年年都有报名 很难加入的 存在于人本能当中的 一个冲动 你呢 已经是有点自我选择了 所以你记住了 这一段 这个很辛苦 它呢 这个是完全是 可以说是 一个境界了 因为现在的人 完全可不必这样 所以不同的是 我们也经历 这个过程 我们是没有选择 因此呢 这段经历 很多人到现在 很怀念 怀念到了 有时候 忘掉了 自己是没有选择 以为是一个 非常浪漫的事情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第一次坐船 一个人跟我 别的人跟我买个船票 说买两张 这个五等舱 最低的 最后呢 上了船以后 他不知道怎么样 像他一样 花样少年 混进了四等舱 就是 然后用我们两个男的 挤一个 一个床铺 对面女生 看得不忍心了 就是他们两个挤一挤 让我们两个男的 一人睡一个 我毕生都不会忘掉的是 我这的头 后面是一个女人的头 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女的什么样 但是她一个晚上的头发 搞得我毕生难忘 你明白吗 因为她的头正好在 我的头后面 我也不敢看她 这个其实在当时 是没有办法 这么一个 一个很小的船窗 每一个床位上 都睡着两个人 男男女女就混在一起 现在讲起好像挺浪漫 当时是真是没办法 但是回想起来 又是浪漫 我不知道 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她这种旅行 你知道吗 让我想到 有的时候我也挺想 一下子离开我现在的 那个生活 你房子供完了就可以 真的 我跟你讲 有一个导演叫什么 叫赖生川 对吧 赖生川导演 她编的一个剧 她说呢 就是曾经在英国 发生过一次 这个火车的事故 她说当时好像是在 国际先驱论坛报 反正是一个外国报纸上 她后来看到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她说 有些 有些人 那次火车事故啊 就走 没有死 但是这个人呢 就走了 她的家人就以为 或者单位里的人 以为这个人死了 但是多年之后发现 这个人就是在那 可能是爬起来 想了想 就走了 离开这个身份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她根据这个 她就编她的那个剧 她就说她这个受到这个 很深刻 新闻这个启发 哎呦 我觉得 你想 有的时候 我也有这个想法 就是啊 看人家开你的追悼会 对吧 不是 你看你这个是说 你这个还是在 你这个还是在此案的 你这个想法还是此案的 我想的是啊 就是 就是出离 其实就意味着 你比如 她就走了 我在说的是一种啊 生活方式 我们都没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可是我也老想这种生活方式 比如说那个时候 我们去希腊 我也是想 哎呀 我要就是这么一个旅行者 我在这个地方 哎 就很便宜的价格 不就是一张床吗 说实在的 没什么不能忍受的 对 咱们都是苦日子长大 节目往下拍 就说窦文涛不见了 然后呢 我可能每天就到一个小酒馆坐着 写点东西 或者看一看 就瞎逛逛 然后 没钱就找工作 或者就回家 有钱就继续往前走 随时写点 这个这个 太奢侈 为什么我们不能过这种生活 这就是毛骨铁的 这个就是月亮 你觉得这很奢侈吗 你觉得这很奢侈吗 我觉得挺难的吧 但不是说钱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 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意义吧 我觉得其实意义要明确 如果只是单纯的游荡的话 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受不了 很快就会忘了这件事 到底是为什么在做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游牧 我倒想就是 其实游牧民族 我在游牧民族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就写这个 写这本书去了很多这个中亚 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嘛 就是我发现游牧民族 他们一方面是在移动 但他们的移动是 其实是有方向也有目的的 比如从 对 从夏木场到冬牧场这条路 或者是从冬牧场到夏木场 虽然他们的 你进他们的毡房里 进他们的帐篷里 会看到他们带的东西很少 他们只带这种 因为要移动 所以他们只留下那种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不会要那些奢侈的 奢侈品的那些东西 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东西 他们只带着最重要的东西移动 而且是有目的性的移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其实是很自由的 比如在那个 那个旷野上在走啊 那是很自由的 但是它不是完全的 毫无目的的移动 我觉得 人不可以毫无目的地漫游过一辈子吗 我也见过吧 或者就是有那种 其实走着走着就会忘了自己为什么走 就是一直走一走 我干嘛把这个搞这么惨呢 不过因为这个汉族 数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 包括儒家的传统 都是一某三分地 都是一某三分地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人有这个漫游的冲动 人有浪漫的期待 其实也是一种反省 为什么反省 因为我们就是太守着这个 你看他这个写法 使我想到 因为其实文学类这样的很少的 但是我想到一个人就是三毛 三毛的东西 没人会像他这样去生活 很多人愿意看他这样生活 你看他这个读者的这个这个 这个想望啊 你说有几个人看了以后 去沙拉大沙漠没有 但大家想望 这其实是在中国文学里 包括现当代文学里边 这是一个很边缘的 但是也许以后会发展得更好 但很边缘的 但实际上你的每一天 不都是只有浪漫和自由的 还是我觉得是非常 他很有规律的在写作 你要做准备 你要回去 你就你每天要写多少字 就是一种训练 对吧 其实你的具体的每一天 是什么样子的呢 旅途中就是白天打开自己吧 去遇见那些 去遇见人 去看那些东西 然后可能有什么值得记录的 就去写几个关键词 就以便以后能唤醒自己的记忆吧 就是这样 他是为了经历 对吧 经历是为了可以成书 对 那现在这个新冠了 那你不失业了吗 现在怎么旅行 所以在西藏找了一份工作 做一年记者在西藏 就比如说你的目的 为什么不是找一份大公司的工作 或者说多挣钱 人家还是牛津的呢 北大中文系牛津的 对吧 我估计你也可以 本来选择另外的目的 这种目的虽然是为了写书 但是实际上 一定是你喜欢这样度过你的时间 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吧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我这些年在国外这种走吧 其实发现很多的中国人 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 哪怕 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 非洲那个埃塞俄比亚的 雅地斯雅白巴转机 遇到一个中国人 完全不会说外语 然后他要跟那转机去 这个布基纳法所的一个 下面的一个地方 那有金矿 他去那打工 听都没听过 对 就是西非的一个 全是反正就是 很乱的 去那打工 去那的金矿打工 这种他是完全个人的行为 还是有 有中国有公司 有中国人在那 有老板在那去挖金矿 中国老板 然后他就让我帮他去 弄这个转机手续 因为他不会说外语 然后我在其他地方也都发现了 比如说在咸海边也发现有中国人 在哪儿也发现有中国人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 大量的这种中国的生意人也好 他凭借着对 不管是对财富的渴望也好 还是对什么的渴望也好 他都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方都有 包括刚才他说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那个瑞拉 对 瑞拉那个地方 我去过那个没电的村子里 都有中国人开超市 对 然后我就觉得中国作家 好像他们的笔触没有涉及到那一块 对 这就是我讲的 就是我觉得 有大量的这种世界的经验吧 没有经过中文的去表达过 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 自己想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吧 对 就是他们这些人 其实很多中国人 已经离散到世界各地了 但是这他们这些人的 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 然后那个地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其实没有人知道 你面对比如说各个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的时候 你能意识到 就比如说中国人和他们 在性格 为人处事 这方面是不是有不同 还是说人本质上都差不多 本质上东西是共通的 但是中国的文化是 我觉得是 尤其是那些在国外 他们是不管闲事 这是特别的明显的一点 不管当地的各族事情 而且都爱种菜 养小鸡什么 自给自足 然后他这种性格 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呢 这种也是特有的 中国这种文化造成的 他能做这摊生意 不过也是有交流 非常有意思 对 我有一次在伊拉克 就一个中国人 他们也不管人家的事 但他会跟我讲 对面那间铺子 卖那个腓拉腓拉 就是那个油炸丸子 特别好吃 为什么 因为那个油是天天换的 这件事情他很在意 那个油是天天换的 徐老师为什么觉得 他说这个很有意思 中国从来是 现在讲的很大的观点 就文明国家 从来是天下观 从来就是觉得 你遵守我这套天下观念的人 我们就当你是朋友 但是中国不大去改造 那些外面的 包括那些地方 相比之下 英国人 法国人 当他们的帝国 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 就是所谓帝国事业 他们到任何的地方 当一个法国人 一个英国人 他们到非洲 或者是到新疆的时候 他背负着整个欧洲文化的 优越感跟眼光 对不对 他有时候一个人 就发觉你一个 某一个文明现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他们是强盗 中国人好像没有那么大的 跑到你这里来 开拓你们 中国人不来教你们 我赚钱就行了 所以这个表面上 是很小的事情 但实际上是一个 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中国出现 成为一个大国 将来变成世界第一 而且加上这么大的人口 就是说 人口的外移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跟以前的 殖民主义的那一次高潮 会很不一样 会很不一样 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他去什么地方 他都带着他的那套价值观 对不对 你喝可乐了 你进步了 你进步 中国人没这个 我看到过就有一句话 就是说世界观的匮乏 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如何能 建立起一套你的 你看世界的观念 实际上 你说的这个抵达 你要了解地理观念是什么 不是一个什么斯坦 就是一个空的 一个地图上的观念 而是真的你走过去 知道这是在高原 还是在平原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你建立起他们的 地理观念以后 你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对他是平视的 不会再用一种或高或低的 不准确的观念来看他 因为你就知道 他所有的任何的生活方式也好 价值观也好 都是由于他的地理人文 所决定的 这个在旅行途中啊 就是有危险 或者说害怕 因为你完全是一个人 唯一一次我觉得有点害怕吧 是在这个吉尔吉斯的天山 因为我在往那深处走嘛 然后就赶上那个冰雹 暴风雨 然后当时环市四周的时候 是发现第一次 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 就是周围的环境是完全没有 人为留下的痕迹 就没有文明留下的痕迹 就因为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 不管我们再去多慌的地方吧 比如365度转一圈 你总能发现 可能远处有一个电线杆 或者这个路 哪怕没有路 但有车压过的痕迹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人 有被文明改造过的 但在那个吉尔吉斯天山 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365度 完全没有文明留下的痕迹 那一瞬间 加上有暴风雨来 就是感觉还是 比较恐怖吧 比较害怕 然后我就往回走 然后往回走 就走着走着看到 有那个吉尔吉斯的 这个两个牧民 骑着马 在赶着自己的马群转场 然后我就冲他们大声的 这个喊 但是那个声音 瞬间就被那个风雨给卷走了 然后但是好在他们就是 在那个放牧的话 眼睛都很好 看到我就是这么挥手 就骑着马就过来找我 然后还带着 带着两个那个牧羊犬 那牧羊犬就在那个马周围 马蹄的周围奔跑 然后那个马喷着那个 那个拖沫星 怎么因为跑过来呢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 带到那个马上 骑回他们那个沾房 不然的话可能就那次就比较危险 我觉得旅行可能 这种时空的转换吧 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每分每一秒都 都会比日常生活中的那种 一个固定的状态 要更清醒 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旅行另外一点 就是其实你 它为什么有意思 其实你能改变身份 就像你说的 不用 其实不用 那个出了一个车祸 然后你就消失了 其实旅行也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模拟吧 就因为你在这种异国他乡 没人知道你是谁 可能你在国内是明星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异国他乡 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你 然后你可以不当明星 你可以变一个身份 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改变你自己的身份 然后你也可以装的 比你日常中更有钱 或者是更贫穷 我觉得这是对人生 多种状态的一种细访吧 就是这种旅行的这种状态 你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 对 这种自由感 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 是很匮乏的 就我们都被这种社会的 这种各个东西所约束 你就要做你自己 或者你就要做这个公众形象中的 你这个人 但是在一个异国他乡 你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 这种状态和身份 这就是他书里面讲的一句话 就到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没有一个人认识你 然后他努力尝试去理解 他遇见的每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感到了自由 这种自由 薛老师 为什么跟我们 这老邦菜好像有点久违了呢 我觉得我心中 还是有这种少年的这种梦的 但是这个你刚才讲 那个身份的变换呢 那就是像他这种背包 怎么来说背包客或者单身走 比较容易 否则的话 你是跟家人一起 或者是你参加一个团的话 你这个身份还是在 你跑东跑西 还是这个身份 你那个车上都认识你 所以你始终是这个身份 有些事情碰到两个俄罗斯女孩子 你还是没什么戏场 对不对 他说对了 就是这个人呢 最要的是什么 这还是那个永恒的问题 自由 对了 现在说财务自由 都是自由 这个自由啊 好像是一个人本能当中 永恒的追求 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下 你的不自由 也可以说是你的这个生活的基础 对吧 你要有身份 你要有身份证 你住在哪 你做着什么工作 你是谁 完全是这样嘛 有时候你可能内心深处想 我不是那样 行不行 那不行 你就是 人就是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 综合嘛 可是 只有在一个时候 比如说你一个人 到了帕米尔高原上 甚至周围连文明的痕迹都没有 或者是 撒哈拉沙漠 就像我们去西北 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 在这个时候啊 你的所有社会关系 得到了一个暂时的 解除 那么这个时候你回到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定位 感觉到一种自己什么也是 什么也不是 所以自由和 自由和孤独是在一起的 独立和孤独在一起 所以那么难 敢不敢要这个自由 是不是 它一定是你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自由就是要和 所谓的你挣脱了所有的关系的 独立和孤独是在一起 对 我觉得所以就是 为什么要区分旅行跟旅游 我觉得旅游也很好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旅游 跟着家人 跟着朋友一起 但在那个过程中 你就是一个 你们在那儿还是聊着母语 还是在说着家里那些事 就是你们自己就是一个小宇宙 所以当地人也不会跟你们 发生过多的接触 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挺好 因为人也需要放松 去需要 但是可能旅行 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个人 然后那种孤独的状态 激发你去体验 去接触当地 对 而且我 传统儒家讲人的意义就是人嘛 人意道德的人嘛 人意道德的人就是两个人嘛 你看一个单人变两个人 就是你的什么价值 你的意义都是建立在 你跟别人的定义上 你是儿子啊 你是丈夫啊 你是朋友啊 你是爸爸等等等等的人嘛 所以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叫 求人得人嘛 但是这种体验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完全一个人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叫什么 移情啊 代入啊 我就老在想 你比如说这个玄奘 唐僧 他要是一个人 但是咱不知道 他可能身边还是跟着孙悟空 对吧 就是 猪八戒 但是他一定有过在漫长的旅途当中 一个人独对天地 哦对 他是一个人 周围几个都是鬼怪 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好人多 在陌生 都是陌生的旅途上 可能大部分都好人多 或者是本身他想 他是个坏人 他想算计你的时候 然后你去表现出 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发现 他是比如想坑我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你就还是跟他 故意跟他成兄道弟啊 然后故意跟他表示友谊啊 他反而就不好意思 再坑你了之后 就这种也挺多的 人帮人也是很本能的 陌生人的善意 对陌生人的善意 其实旅行中很重要的吧 就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包括对中亚的这些 这几个斯坦 你看了这么一圈之后 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其实去这个地方的 一个目的吧 就是观察苏联解体以后 30年的这种变化吧 对当地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 其实有很多 就中国跟这些国家 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就远古的历史就不说 唐代或者那些时候 就不说了 哪怕是近代 就是苏联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都很像的 生活方式啊 然后意识形态啊 只是到了这个90年代 在苏联91年 苏联解体以后 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发展到 现在这种程度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在十字路口选择的 就是我们可能也会 本来也可能失落 或者也可能变成卫星 但是这种感觉 是让我想去观察 这个30年的当地的 一些影响变化 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在全球化中 是得到了什么 还是没得到 还是失去了什么 你对他们这些 这几个国家的未来 有什么估计 我觉得就是像我书名写的 这种卫星的状态 因为我发现他们自古以来吧 都是受这种周围大的文明 或者是力量的影响 不管是当年的蒙古 博斯 后来的这个苏联 中国 他们总是 或者美国 美国现在比如撤出 阿富汗之前20年 在中亚有很大的存在 就是他们总是被 这种周围的力量所牵扯吧 所以是卫星 卫星是要围绕着 一个行星在转嘛 所以他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 他们会 如果说比如说一带一路啊 比如说我在中亚 看到很多这种中国的基建啊 修的路 很多那种修的好的路 一走到上面 就知道是中国 因为那个感觉 跟走在中国 那个高速公路上一样的 然后一问 果然就是中国修的 很多这种 就那种一下一下那种 那种就有一段 那个厘清 然后中间有一条缝 然后就那个耿当一下 就那个感觉 完全就是在中国 走高速的那种感觉 看出中国之路来了吗 中国修的路 高质量的公路 接下来一段时间 这个内地的读者 对这个地区会更加关注 尤其是阿富汗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 还是他独自在旅途上的 这种内心感受 你的结果呢 是为了写这么一本书 但是你这本书呢 就唤起了我觉得 人到底应该怎么过这一辈子的 很多感受 有那样一些瞬间 这辈子没白活 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呢 我们只能暂时性的离开一下 就是脱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当你脱离了所有的身份的时候 你一个人独队完全的陌生 那就像是一个宇航员 失踪在宇宙当中 我觉得这种感觉 人应该有 一辈子应该有 我觉得会有吧 为什么我觉得 比如你刚才跟徐老师说 你们虽然也有那样的向往 但没有选择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 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机会太多了 不管是各种各样的 给你提供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很自然 你会被这些机会所带走吧 但是现在就是 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 但是它会变得更加的 怎么说呢 多远 然后你的选择也可以更加多远 不一定飞往一条路上 就同样的这种道路 大家都选择同样的道路 可能现在这种发展 也变得更加多远 多远里边 最少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像文涛刚才讲的 你每一步大部分走的是有目的的 但是有时候会飘出来 停留在一种 好像无功利目目的的状态 很陶醉的 还有一种是 每一步都走得很有目的的 但回头一想 整个人生是没有目的的 一大幅的一篇文章 人生是一个人在图上 对 这个标题就是 就是一种世界观 一个人在图上 尤其是到了某一个年纪 那天我听我周围几个朋友 就在聊天的 就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聊的都是什么 说的事都是 有的出家了 有的出走了 有的出轨了 就都是在出 当年一个年纪 就要出离 出离嘛 其实呢 就是过去咱们觉得 好像这个出离啊 是一种很消极的 我觉得紫超刚才讲的挺有道理的 咱们那个时候真的是 就是说 求生存 是太基本的了 而且真是 那你有一个机会 哪能不牢牢 这个抓住呢 其实现在也是 一方面竞争激烈了 好多事 比如说 你想找一个大公司的工作 或者大学生这么多 你找一份这个成功学 所谓那种认为 共同成功的那种工作 本身竞争也激烈 本身也很难找 但是在这种形式之下呢 恰好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选择之问 就是说在基本温饱 谁也饿不着肚子的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还一定是追求 那个出人头地 大富大贵 也许在这个时候来说 可以选择 往世界的边缘走一走 选择不一样的 更多元的选择吧 就像你也是一元 我喜欢看你继续旅行下去 继续写下去 谢谢 谢谢 为去宗教圣地朝圣而进行的苦行 我没有需要宝尔顿 这个鲁虫子 和鲁虾小夫是来剪的 凯罗雅克在路上 这就是盲目写的 这个就是月亮风格变识 这就是《月亮风格变识》吗 《月亮风格变识》吗 美味 品质 生活 海天365高鲜酱油 本节目由 随心而变的创为 首台OLED变形电视 65W82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 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四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